再過多五年十年都沒有人記得香港電影曾經是怎樣的 沒有看到這部電影跟我自己本身做動作演員的經歷很有關係 因為我知道做動作演員本身很辛苦 當我構思沒有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觀眾能夠認識到動作演員背後的故事 香港動作電影有青黃不摺存在的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不去講的話 就會變成香港失傳的藝術 我想在這部電影我想給觀眾一個訊息 機會不是經常有 有就要好好把握 當你有一件事充滿熱愛的話 你需要堅持下去 就算你要試很多很多次都好 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夢想是非常之重要 李森這個角色因為他有一個很濃厚的背景 他個人經歷過很多高低 我和Herbert想想 第一個要求就是他走出來 相信他是曾經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 第二就是他要有一個氣場 封龍仔這個角色 程度上是有點挑戰 因為現在這個市場 這個歲數的人飾演 身手和武士差不多 其實是很困難 我們後來選擇了偶俊謙去做這個角色 準備 1 2 3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威 第一個人想到的已經是五雲龍 懂得打 不當不少 他也可以投放自己的心目的力情 在那個角色裏面 我覺得是一個更多 是一個更多的角色來的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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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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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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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